10年前,全國第一批電動校車在加州的三個校區運行。 在過去10年中,儘管電動校車技術一直可用,但截至2023年底, 全國48萬9千部校車中卻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電動的。 絕大多數運送學生的校車依然使用污染空氣,具有致癌風險的燃料。 然而,變革的跡象漸顯,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電動校車倡議。 近兩年來,電動校車的數量已經增長超過三倍。 使用電動校車的學生人數從2020年的大約2萬人,增加到三年後的20萬人。 同時擁有相關電動校車立法或目標的州份,從2個增加到14個。 不過,家長、倡導者和組織在推廣電動校車方面遇到了諸多挑戰。 其中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成本問題。 即使電動校車節省了燃料和維護費用,但其成本仍然是柴油校車的2-3倍。 直至目前,環境保護局已經撥出近18億元,用於在全國數百個校區更換數千部校車。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。